美國常常是長壁管轄 管到大陸去了 甚至還發動抵制新疆棉 不是嗎 但是大陸也是有抵氣的 不只日本企業無印良品還給了新疆棉公道 大陸針對美國企業電動車大廠 特斯拉也曾經開刀過 上個月大陸當局就禁止了特斯拉 進入了軍事設施 逼得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 親自回應 說如果自家的公司 生產的車被用來當勤搜的話 公司就要關門了 但現在特斯拉又有爭議 我們看到19號特斯拉在上海車展的時候 有發生的這一幕 有一名女子就站到了紅色的特斯拉的車頂 張開雙臂對圍觀的群眾高喊說 特斯拉的煞車失靈了 特斯拉的煞車失靈了 結果過了幾分鐘之後 這個女車主因為行動太過於激動了 被工作人員抬了手腳拖了下去 上海警方有公布通告 說該名女子因為擾亂了公共秩序 被處於行政的拘留5天 就這一名女子 他說我們的要求 但是其實這個當事人 這個女生的妹妹 她有說我們的要求 是要退車退款的 還說特斯拉的高層提出了解決方案 就是讓我們同意保險公司 修車修好之後 特斯拉再幫助賣個好價格 這件事情引發大陸民眾最不滿的事 事發之後 特斯拉方面強勢地說 絕對對於這種不合理的訴求 不妥協 同樣是我們的態度 這件事件引發了10億網友的關注 不只是車主的維權 還有特斯拉新人員車的爭議 再次盛銷成上 根據中共中央的執法委旗下的新媒體 長安健最新的文章 他點出來說 面對於車主一次次的維權 也就是車主權益的維護 那特斯拉的回應卻顯得高高在上 讓大陸消費者好心寒 尤其在特斯拉的維權當中的爭議 最讓大陸民眾最氣不過的 就是不是誰跟誰妥協的問題 而是到底車輛有沒有質量的問題呢 到底怎麼樣才是正確的操作 怎樣才能避免危險呢 文章認為特斯拉都必須要面對 中國大陸客戶的拷問 尤其是事情發生後 有媒體質問 到底是誰給特斯拉不妥協的底氣呢 特斯拉在大陸的市場 突出很猛的業績 都是來自於中國老百姓 還有中國消費者的信任 給了特斯拉發展的契機 也是中國對外開放的政策 向特斯拉敞開了大門 這些才是特斯拉 可以在中國發展的最大底氣 但是呢 這信任換來的不是傲慢 更不是呢 對中國市場和消費者缺乏敬畏 那特斯拉進入中國的第一天 就應該要了解 中國在做生意的時候 就要遵守中國大陸的相關法規 尤其呢大陸汽車市場 早已經是全球的最大了 銷量呢 還遠超過美國跟日本兩國的總和 許多知名的歐美大廠呢 最大客戶就是大陸了 尤其來看到電動車的市場呢 因為大陸積極推動綠能 所以根據中國國務院發表了相關規劃 在2025年的時候新能源車要訂定大目標 針對日本政府要在兩年後 開始將福島的核電廠核污水排入海中 大陸呢跟南韓都是高分被反擊的 尤其呢我們來看到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呢 更在推特上發文來嗆聲 指呢包括了日本要向大海排放核污水 難道是怎麼樣 難道是要製造哥吉拉嗎 科斯拉這是大陸的翻譯 引發了網友刷一排說 真的是太幽默又好嗆啊 您覺得華春瑩呢 說日本呢要向大海排放核污水 是打算要製造哥斯拉嗎 覺得很幽默的加一 覺得還好的加二 您覺得華春瑩說呢 日本要向大海排放了核污水 是打算製造哥斯拉嗎 覺得很幽默的加一 覺得還好的加二 但其實呢這不是華春瑩呢 第一次呢針對於日本排放核污水的第一次PO文呢 他之前呢還有一口氣連PO了三篇推文 他指指呢日本呢將核廢水啊 這種核污水排放了海洋 對於環境啊食品安全啊 或者是人類健康呢 都很有產生深遠的影響 日方呢在未窮盡安全處置的手段之下呢 不顧國內外的質疑跟反對 未經跟周邊的國家 還有國際社會充分的協商 你單方面啊就決定要排海的方式來處置 福島的核電站的事故核污水 這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會做的事情嗎 說到了日本核污水呢 要考慮在兩年後排放到海洋 日本呢拿美國來背書 其實呢說這個污水 將會在安全的標準废之內 不過呢就在昨天的時候 日本政府宣布了 今年二月福島縣的漁業協同組合聯合會 在試驗打撈作業的時候你知道嗎 在福島縣的海域 它捕撈的黑魷魚當中 有驗出了放射性的物質超標了 已經超出了食品衛生法所規定的標準值啊 因此呢它就宣布呢要停止上市 我們來看到呢是2011年的福島核災以來 曾經有多達呢44種的海產品 我們可以看到都是有被禁止的 那一直到去年2020的2月25號呢 才終於解禁喔 因此呢這一期的輻射的超標案 就是繼去年解禁之後的第一期的超標案 打破了一年多來的解禁令 也讓呢輻射超標的陰影呢 端上了全球的版面當中 所以大家也很擔心嘛 你看喔現在才一起的所謂的超標案 那未來呢你真的放了核污水之後 會不會更嚴重呢 我們來看到各國的反應 包括了大陸之外 像是呢韓國也是蠻強烈的 我們來看看鄰近的韓國的南韓大學生 他今天就用實際的行動 表達抗議的行動 他們選擇剃掉頭髮 這群大學生呢 在首爾的日本大使館前呢 公開剃掉了頭髮 還有呢不少的女大生喔 不惜把頭髮給剃光 他們的訴求就是 要求日本政府要向南韓道歉 並且要撤銷核污水排放海的決定 還呼籲呢文在寅政府要硬起來 抵制呢東京奧運 退出呢日韓的軍事情報協定 學生們揚言呢不惜抗爭到底 因為呢核污水入海 將會危及了南韓人民的健康 政府應該要嚴加把關 並且要向日本政府來提供 好我們剛剛呢說到了日本 好這個排放了核污水 好但是我們看到大陸呢 跟南韓都反應很激烈 但是呢我們來看看 蔡英文政府 連呢駐日代表謝長廷都不是 在幫台灣人民說話了 他還在臉書上po文 說呢要幫日本來辯護 他說什麼呢 說中國大陸啊還有包括韓國啊 也是把韓川的這個核污水呢 排入了海當中 也沒有發現呢 周遭的環境有不良的影響嘛 甚至呢他指導台灣 他說台灣有三座的核能發電廠的 廢水啊也是排入海的 文章po出之後 引起台灣內部各界的反彈 說你謝長廷都在講假新聞 而且呢幫助的是日本的大使啊 我們看到他這個駐日大使 是幫助的駐啊駐日大使啊 特別是呢福島事故的核污水呢 一旦排入海中喔 除了台灣人的生命的健康之外呢 還有呢漁民的生計都會受到很大的衝擊嘛 包括了台灣遠能會也回嗆 回嗆謝長廷 他說呢台灣的核能啊 核能電廠的爐心是在冷卻水 是冷卻水好嗎 這冷卻水呢排入海當中 這個說是完全是睜眼說瞎話 日本官員呢將核災事物的核廢水 跟正常的核電廠產生的廢水 故意混淆就算了 但是你謝長廷怎麼呢 在旁邊幫槍幫邊幫這個幫忙敲邊鼓呢 這種做法真的是令人真的是不太能夠理解 尤其你是台灣的人民不是嗎 台灣的大使不是嗎 再來看到台電呢 他也有做出解釋 說呢台灣的核電廠反應爐冷卻水 冷卻水 不會有含有川的問題啊 而且呢可以看到呢 這個也所謂的基建漏水呢 會送回爐內來循環使用 百分百回收啊 所以呢就連輻射劑量呢標準而言 一般人一年的輻射量是 一毫西佛為主 那這個是一般人 那台灣的核電廠呢 對民眾的輻射的影響 也是大概是一毫西佛 也就是千分之一左右 因此他就懷疑說 謝長廷你怎麼會拿錯誤的資訊 錯誤的資訊來幫日本說話呢 謝長廷不只是幫日本說話 還不顧人民的安全嗎 尤其是台灣人的安危嗎 我們來看到美日的領袖峰會 不是有發表聯合聲明 強調台灣海峽間 兩岸的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謝長廷他又跳出來說話了 他說美日台三國呢 有必要早日實施聯合軍事演習 不然否則會難以因應台灣發生的緊急狀況 但是呢這麼高調進行軍演 謝長廷則是要刺激大陸嗎 不顧台灣人民的安危嗎 謝長廷說呢 美日聯合聲明提到台灣啊 真是一個大成就 不過呢還是要低調一點 他說呢這個美日呢 也有安保條約啊 平常就會實施演習 一旦台灣有事的話 日本即使加入 也可能無法發揮作用 建議台灣 日本跟美國 應該要早日實施聯合軍演 才不會手忙腳亂 不知道如何分工 演習可以先從防災開始做起 但謝長廷 你一方面說台灣要低調 一方面呢又呼籲美日台要軍演 完全不顧大陸的感受 配合美日刺激大陸 就怕把台灣也置於險境了 蔡政府呢為了抗中 可以說呢跟美日站在同一陣線 也一起陷入了什麼 什麼事情呢都推給大陸就好啦 都是中國大陸的問題就好啦 這個邏輯呢 可以看到在世界各地的歐美國家 都蠻常看到的 德國呢經濟週刊呢 還有一篇文章說 中國的集裝箱壟斷 集裝箱是大陸的翻譯 就是所謂的這種鐵盒子 這個集裝箱短缺了 他說呢這個集裝箱短缺 打亂了世界的貿易的節奏 還說呢在這個新冠危機當中呢 作為一個問題 所以現在也把錯怪給中國大陸了嗎 其實過去這幾個月以來呢 全球各行各業不斷的在尋找可用的集裝箱 也就是貨櫃箱 因為呢世界的貿易當中很大一部分 都是要依賴這種剛製的鐵盒子完成的嘛 由於呢目前全球的貨櫃是缺貨的 導致呢貨物無法按照原本的計劃來運輸 所以幾乎呢沒有貨船能夠準時抵達的 有一些港口也是這樣 船滿為患啊 目前的全球的貨櫃的製造商 幾乎都是位在大陸的 所以超過了50%的市占比 因此呢可以看到呢 貨櫃的價格翻了幾乎一倍 但現在呢貨櫃啊短缺都把錯推給了大陸 你人認同嗎 我們一起來子評聊聊 說到了推給大陸 還有呢實驗猴子也是 除了呢這個貨櫃的箱子之外 全球疫情之後呢 各國都不斷在研發疫苗 要研發疫苗的時候 就會用在動物的實驗身上了 因此產生了實驗猴 易猴難求的現象 這個猴子呢 其實也是中國大陸很多的出口 但是因為呢 中國大陸呢 沒有開始出口給其他國家 所以呢又開始怪中國大陸了嗎 我們來看到 目前這個實驗猴的市場價格呢 從2016年多少 每一隻是6萬5 其實呢是蠻貴的 6萬5的台幣 但是呢到今年的時候 一隻呢這個實驗猴價格來到多少 28.15萬啊 哇飆漲了4倍 這麼多啊 足足漲了4倍 由於美國一直以來都是全世界用這個猴 最大量的一個國家 那除了自己之外呢 多達了6成喔 都是要依賴大陸的進口 因此啊可以看到 美國呢早在2002年 就意識到這個實驗猴有重要的戰略地位 好重要的戰略地位 不過在2020疫情爆發之後 大陸呢也在去年1月 頒布了猴子的出口禁令 我不出口啦 這讓美中之間呢 跟大國之間發生了什麼 搶猴大戰 因為太寶貴了搶猴大戰 現在呢 沒有實驗猴也要怪大陸啊 但是也凸顯什麼 大陸在各行各業啊 各個領域啊 都有不可或缺的重要性